來看到正常話題 臺北社立委卜選戰局進入最後鬥暑 代表民進黨參選的吳怡農 始終堅持正向選舉 最重要的是一月七號選前之夜 也捨棄傳統的打法 邀請指風車兒童劇團來助陣 除了爭取親子票 吳怡農也找來著民進黨 在意主席陳其邁 合體一塊來衝刺陸戰 在最後的關頭要衝出最高支持 雙手比出大大的讚 跟選民打招呼 支持者也熱情回憶 台北市立委部選最後關頭 民進黨代理主席陳其邁 陪同吳怡農上戰車衝刺選情 去改變去約束別人 陳其邁大讚吳怡農不被對手花招影響 始終堅持正向選舉 而一月八號投票日在即 最重要的選前之夜也捨棄傳統打法 邀請指風車兒童劇團 一月七號晚間七點在花博公園 演出武松愛老虎舞台劇 希望親子能夠一起同樂 我們一月七號選前之夜 我們選擇用指風車劇團的表演的方式 來一起慶祝 我們有拜託我們民進黨的前主席 佐榮泰主席陪我跟大家致意 又讓選舉減少肅殺之氣 不過對手王虹威打出告急排氣圖 衝高投票率 但吳怡農也沒在怕 對手說要勝選 對手說現在說要告急 其實這個蠻大的變化 一月八號禮拜天 不是一個人的選舉 是大家的選舉 是我們可以一起來提升 一起來改變台灣選舉文化的選舉 走著自己的步調 吳怡農對選情充滿信心 用實力奮戰到最後一刻 記者林仕環 盧儀 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